大家好,雖然之前很忙,但我都不忙拜家 我之前分別幾個不同的櫃檯就拜了一些家 但一直沒有時間拍片給大家看 所以現在有時間就想跟大家分享 不如今天我們第一樣說的就是我拜了什麼家? 說開又說,我想去YSL拜家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一直都沒什麼做這個動作 因為每一次我走過他們的櫃檯,我覺得他們的售貨都黑口黑面 所以我就沒什麼意欲去買 做了Youtube這麼久,最多的一個request就是我去reviewYSL的產品 但一直都沒遇到好的售貨,所以一直都沒做這個 直到我前幾個星期就去銅鑼灣的林卡佛 裡面有YSL的櫃檯,有一個女生非常好服務 所以因為它這麼好服務,我都買了很多東西 全部都是我自己想試了多久的東西 所以立即買來跟大家分享,現在先看看我買了什麼 去YSL就不少得買他們的底妝產品 其實我這次買了兩支Foundation 其實兩支Foundation我都想試了好一段時間 也是最最推薦的Foundation review 我試了這幾天,但我覺得我還未是時候做一個review 我會加上我之前買的Foundation去做第二輯的Foundation大全 所以這個影片大家等一等我 這個就是他們Latouche Hequa這個Foundation 就是金色蓋這個 其實之前很多人都review了,因為都出了好一段時間 其實我現在都自己在用這個Foundation 我用了幾天,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以前我看台灣的bloggers,他們塗在臉上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燈光的問題還是什麼 看出來的感覺很亮,好像反光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那個效果 因為尤其是香港很潮濕 尤其是這些天氣,如果你塗一些很反光的東西 好像油光滿面,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那個效果 但我自己買了來用之後 我又覺得它塗出來是有光澤感,但又不是反光 所以這個我會遲些再做一個詳細的review 但我是覺得so far so good 它有30度防曬,而且我覺得都很方便 它是泵妝,塗出來都很貼薄,自然 但就有一個光澤感在 so far是不錯的 但如果through review,就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支Foundation,當然是他們的Youth Liberator 這支是黑色蓋的,而這支都是新的 兩支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這支據說是薄一點,光澤感重一點 而且這支是會適合Combination Skin Oyly Skin去使用的,沒有那麼滋潤 這個就有一個精華的成份在 所以其實它有少少這個Skin Care效果 而且它會滋潤的 所以如果你乾性皮膚,可能這個就適合了 但讓我先試完,因為這個我完全沒試 我沒開,因為我用了這個大概一個星期 我想再試清楚這個效果 然後我會再開這個,看看差別是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裡面其實我覺得最吸引就是有一個精華 因為它自己都叫做Serum Foundation 我都很興奮看看它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些Skin Care的效果 但Anyway,我之後會做一個Foundation的大全 其實我之前做了一個 但最近都比較買得多Foundation 所以我遲些會再做多一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什麼好,什麼不好 以及差別在哪裡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就等等我 所以我試過這個是OK的,這個就沒試 另外這支我本身沒有打算買的 我也不知道它有 因為YSL的東西,老實說我不是很熟 因為很少看它們的品牌 其實每次看到它們的銷售,我都很轉折 所以我不會怎樣看它們的品牌 但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找到一個好的銷售,所有東西都不同了 就是這一支,CC Cream 其實為什麼會買它呢? 就是因為這樣的 姐姐跟我試Foundation上手上看的時候 她就用了這支CC Cream來打底 我看下去的質感、感覺、效果都很好 我就覺得不如買來試試吧 反正大家都這麼有興趣看我reviewCC Cream 我就覺得我家裡不多 所以就買一、兩支來試試吧 這個當時的感覺就是我覺得它很薄 還有它塗出來不會很死白 它是有光澤感,有一點透到你膚色的 它是加了一些光 我自己都挺喜歡那個效果,所以就買了 這個就有35度防曬和PA++++ 還有我這支顏色就是APRICOT 我記得之前我用過它們的BASE 我都是APRICOT這支顏色的 塗出來我自己覺得適合我的顏色 而且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覺得它是很薄的 不如我擠給大家看看 它擠出來就是這樣的 好像別人的Foundation的顏色 但塗出來就沒有韓國那些死白、灰 你看到都是很自然和很薄的 就做一個BASE的效果 可以幫你調整膚色 之後你再加粉底的顏色上去 這個我會在另外再評論給大家聽 然後看看我就買了它這個眼影palette 就是它們的Summer Collection 我自己覺得都很美、很Summery 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它這類型的顏色 就比較 我覺得鬼一點 就是比較鬼魄一點 因為我想很多香港女生 可能看到這個顏色都不知道怎樣用 所以就未必會買 但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做Sun Kiss那些 例如你夏天很想很陽光 很Sun Kiss那個feel 其實這些顏色就很適合的 因為這個藍色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你做一點下眼線到眼線來用 是很漂亮的 這些顏色可以打底 或者加一點在眼尾都很漂亮 又是我買了燈的時候 我就會試給大家看 試上面 希望就盡快做到一些Tutorial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這個palette 會不會是Limited Edition 還是之後都可以買 但如果它叫Summer Collection的話 如果它叫Summer Collection的話 應該是之後會不會買 但如果大家喜歡這些顏色的話 都可以去看看去玩一玩 今次除了買眼影之外 還買了它們的眼線筆 我記得我之前都買過YSL的眼線筆是OK的 所以今次想review 就買了這兩隻顏色 都是它們的Summer Collection 一支是深藍 一支是湖水藍 其實塗出來都很漂亮 不如畫一畫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蠻滑的 不會很乾的 防不防水防不防油就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未正式用 用完再跟大家分享 這支是13號 上面那支是13號 下面這支是12號 我覺得可以用深色的 用來做上眼線或下眼線 但這個可以用來做眼頭這些位置 然後眼尾的作用深色 去滑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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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顏色是絕對不錯 另外近期都算是熱門的產品 就是它的Kiss & Blush 我買了兩支 這兩個顏色 我先選擇這兩支 因為這兩支比較搶眼 我覺得都是很夏天 很夏天 我又試了顏色給大家看 但如果大家在影片中看到 顏色不太準確 或者怕看不太清楚 都不用擔心 因為我遲些會做一個 Blog Post 會拍顏色給大家看 大家到時可以慢慢看 這個我自己 只是用來做胭脂 它叫Kiss & Blush 可以用在嘴上 也可以用來做胭脂 兩支顏色分別就是這樣 上面這支就是這個 應該是1號色 下面那支是4號色 就是橙色 你現在看到好像很鮮色 但其實你可以推開 如果你做胭脂 就不用太實色 你可以推開 你看我推開了 是很自然的 不過現在我沒有怎樣 適合它好勻 但你看這邊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自然的顏色 好像融入你膚色裡面 這支顏色 如果你想鮮色一點 就塗到這樣 就會很飽 顏色 我自己要說一說 對YSL的唇膏是敏感的 會令我生粒粒的 我這個其實不太敢用在嘴上 因為我怕敏感 但我自己用來做胭脂 很喜歡的 不好意思 失聲 我自己用來做胭脂 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混合得很容易 也很漂亮 而且夏天 我覺得它會比較長長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 Liquid的狀態 比較容易長長 有時候出汗或出油 這些就不太容易用了 但你說我敢不敢塗嘴 我應該遲些會塗在嘴上 看看會不會敏感 如果不會敏感就好 但如果會敏感的話 我都要先聲聞 這個是我嘴的問題 就不關別人的事 因為其實很多其他人塗了都沒事 這個我再詳細報告給大家聽 另外YSL都出了兩支指甲油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兩支 就是他們的Summer Collection 亦都是跟他們的眼影 這個顏色 一支是深藍色 一支是淺藍色 就是Baby Blue這個顏色 我就買了Baby Blue 50號 因為我覺得Spring Time 我不想塗這麼深色的東西 在手指上 我就買了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看得來舒服 而且是很Spring Time 現在其實我都塗在手上 就是這樣 你看到看出來是什麼顏色 它塗出來都是什麼顏色 其實我已經塗了大概一個星期 你看到還是很漂亮的顏色 而且是很長時間的 也沒什麼說怎麼崩 但這個位置我已經脫了少少 大家看到沒有? 是昨天脫的 即是第六天的時候 已經崩了少少 因為我有去拆箱 所以一拆箱的時候都 就便宜了 但你看到其他的手指 都是OK的 我覺得它的指甲油是很油的 而且它的掃是比平常那些大少少的 我給大家看看 它闊一點的 它闊一點 即是你一掃的時候 其實我的指甲大快 大概一下半 我就已經油軟了一塊指甲 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指甲油算是快乾和長長 所以我都推介 如果你想買指甲油 不妨都可以去看看它 但我現在就暫時推介這一支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如果你喜歡Baby Blue的話 不妨去看看 很快又說完YSL的敗家產品 其實所有東西我都會試 暫時在試CC Cream和Foundation 我一試完的東西 我就會做review 或者在blog或影片 我暫時還未決定 看看哪一個是更好的方法 去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看我分享 你就等下我 我知道我的分享是慢一點的 因為我都慢慢試那些東西 通常我試完之後 分享那些東西都差不多 已經變了舊的東西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起碼是 如果take time去試之後分享 會比較精準一點 好過急著出 後來試完後 發覺跟我review的時候 有點不同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大家 bear with me 我的review是會慢一點的 不過我都會速度 因為最近多了一點時間 我會盡快試完 去跟大家做作分享 下次再說 之後的blog video 都會繼續出現 拜拜